新命記 第十五章 每逢七年末一年,你要施行豁免,豁免的定例乃至这样,凡债主要把所借给轮舍的豁免了,不可向轮舍和弟兄追讨,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。 若借给外邦人,你可以向他追讨,但借给你弟兄,无论是什么,你要松手豁免了,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,紧守进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,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,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与你,因为耶和华你的神,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与你,你必借给许多国民,却不指向他们借贪,你必管核许多国民,他们却不能管核你。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,无论哪一座城里,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,你不可忍着心,赚着手,不帮保你穷佛的弟兄,总要向他送开手,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,保他的不足。 你要謹慎,不可心里喜恶念说,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,你便恶眼看你穷佛的弟兄,什么都不及他,以致他因你求高耶和华,罪便归于你了。 你总要吸他,吸他的时候,心里不可受罢,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,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,赐福与你。 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,所以我吩咐你说,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佛的弟兄松开手。 你弟兄中,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,服侍你六年,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 你任他自由的时候,不可使他兇手而去,要从你羊群,和长,走诈之中,多多地吸他。 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与你,你也要照样吸他,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博,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,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 他若对你说,我不愿意离开你,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,且恩在你那里很好,你就要拿追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,他便永为你的奴博了。 你代彼女也要这样,你任他自由的时候,不可以为难事,因他服侍你六年,交给故宫的功架多加一倍了。 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,你羊群羊群中投生的,凡是功的都要分别为圣。 彼耶和华你的神,羊群中投生的不可用他耕地,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。 这投生的,你和你的家属,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,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。 这投生的,若有什么残疾,就如骑腿的,核眼的,无论有什么恶残疾,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,可以在你城里吃,结淨人与不结淨人都可以吃,就如吃灵羊与鹿一般,只是不可吃他的血,要倒在地上,如同倒水一样。